雨滴整看青岛杨汉申被小布朗连续点名良宝 流畅输掉系列赛 登陆MBA是否已是幻想 青岛杨汉申 杨汉申这问题之前我全是已经相当清晰了 他不行 你看我那个观点跟那个MBA求战 说的是明明白白 确实就是这么回事 因为MBA求战的眼里也不如啥的 所以说很多球迷一厢情愿说 你去这MBA吧 你去那哪怕说端茶递水呢 也比这个在CBA里隔着浪费时光要抢 问题那我还想去清华呢 他让我去吗 你高考的时候谁不想去清华北道 人让你去吗 你没有能力去 你去干啥 去北美去报个名 被淘汰下来了 整个150来个参加选秀 他排140来名 拉中之老 而且一旦到了那种大庭广众之下 人家多个球叹围管 每一项技术细节你都得站出来 进行一定的视讯的 届时全暴露了 所有球叹几乎把杨岸神归入到黑名单了 也就是意味着啥 你现在条件不允许去了的话 彻底今后就断送了 再去MBA的可能了 因为你再去人根本不打理你 就哪怕你发表好人家以往的过去印象都认为 你没有前途 你只是今天偶尔 中距离可能是头对准点 以往的印象太深刻了 就认为你本身就啥也不是 今后门彻底都死 如果杨岸神今后还想去MBA的话 那么最好是实际成熟再去 现在实际没成熟去了就暴露了 暴露今后MBA大门就关上了 很多人讲去MBA打个替补如何 人不给你打替补 你去北美干啥去 碰了个壁 一鼻子毁 选秀人家没有人看好自己 咱们开半年的加州旅馆 天天把旅馆没一关 跟里边练佛城 也比在西边大一只强 你这就是所谓的去北美锻炼 你打不上球你断啥链 所以说NBDL NBDL那玩意都各自为在 没啥锻炼价值 NBDL纯粹就是 他们场上自己就展现自己 对一个人 你这种全面对于篮球的理解 没什么太大帮助 所以你NBDL你去干啥呢 那东西又没有锻炼价值 而且挣得又少 如果说有人去 你NBDL你也得去 那一年三万美金你也得去 谁说这话的 你先把钱掏出来 让杨恺森去练 那杨恺森首先提成不了自己 你让他去NBDL 他这个层次 什么样的人去NBDL呢 通常是接近于选秀的 就选秀附近的 如果杨恺森现在 一届选秀又是小年 就排个一百三十名 他去干啥去 NBDL说白了 人都不一定要他 没用你去了 你去了也是被遗来遗去 你发挥不了价值 NBDL也不是谁都有资格的 你不要忘了 西北的外援 好多一部分都是在NBDL混的 哪有那么简单呢 我都能想象到 杨恺森如果是在NBD 他的选秀那种训练营 那种视讯环境当中 他说会有五对五对抗的 一旦参加五对五对抗 杨恺森这次得多惨 我估计他想哭的心都有 对方 那个小外援呢 他们那个NCA出产的小后卫 球球顶着杨恺森倒 防守团被对方怼成塞的 进攻端给杨恺森球船 让你表现一个吧 三分线外投不了 中距离也没有栏 第一位打呢 打两米的黑人 杨恺森他不够刚猛 不够强硬 遇到两米的黑人 你都打不动 你说他能干啥呢 就这种水准 盗安别那 不就下了大眼了吗 那就完了 去了就废了 这次如果是提前报门 废了 没有长处 现在杨恺森 他所谓的长处 在西北里的长处 盗安别不算长处 人那个球战都说了 杨恺森呢 他最大特点 最大优势 是有传球 但是人也讲了 在MBA你就是个球手球员 因为你的天赋 不是文白亚网 没有任何一支MBA球队 挑杨恺森 会让你坐轴主导 也就是说 人球战讲的明白 你去了就是个球手球员 人不会说 对于你的潜力 各方面有多管兆 因为你去了 就是个龙套 人就用的 你是功能性 你的传球 是自己最擅长一面 去了用不上 你没有吃配球员的能力 所以根本不用你传球 其他方面 你没有一技之长 防守是个漏少 进攻啥也干不了 谁能要你 所以要不了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